公主怀孕李锦不愿戴绿帽 朝堂上开丝互报黑料 削横看戏 这可是薛芳飞导演的一场大戏 利用公主跟沈玉蓉的丑闻绊倒塌 公主平日嚣张跋扈惯了 自认为没有人敢揭开她的私生活 薛芳飞在公主的饮食上动了手脚 让公主出现怀孕的症状 公主想让孩子落在李渣的户口上 将来谋反也好 给她争个爵位 所以下嫁给了李锦 李锦是出了名的不尽女色 洞房花竹叶都没有出现 公主让沈玉蓉替代了 婚后不久就怀孕了 李锦自知不是她的孩子 更不想替别人养孩子 设计让公主流产 公主挠了夫妻俩对不公堂 失去理智互报黑料 李锦爆出公主跟沈玉蓉的私情 牵连出沈玉蓉活埋老婆的惨案 公主大骂李锦喜欢男人 肖横在一旁吃瓜看戏 老婆导演的这场大戏 还真是一键双调 点关注不迷路 跟小编一起知据吧 一直伴着我 心动在